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将它搅拌至融化 让它们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搅拌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需要清洁的黄金手势啊 给放到里面泡一泡 大概只需要这样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很好的清洁这个黄金手势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黄金手势啊 给它捞出来 然后我们再拿出一个牙刷 用这个牙刷来刷洗这个黄金手势的表面 这样刷洗了 可以进一步的清洁我们的黄金手势 我们每个地方都刷到位 全部都刷洗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黄金手势放到里面泡一泡 接着再轻轻的像这样搓一搓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清洁黄金手势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仔细把这个容器里面的水给它倒掉 然后再用一瓦清水 把黄金手势放进去 把上面多余的溶液清洗干净即可 这样清洗了过后 我们的黄金手势啊 就已经非常的干净了 一点都不比店里洗得差哦 好了 今天的去中文讲堂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订阅